歡迎期待大家 請看我的朋友 想要接賽嗎? 嗯~~ 好啊 第一台是OPRO MP60 那它是可惜它是 那它是IPS 它雖然沒有電池 但是你可以跟它拿起來其實很輕 它是比較清醒 然後是百分之百 所以可以直接拿去回手機 那它除了直立式的以外 它可以用很多 它後面那個支架是踢上去的 算踢上去 它不是比較有學生 但是我們像 就是有技術上去看 OKOK 它不是說 欸我可以拔下來 沒有辦法 是這種情況 這樣太容易掉了吧 所以你都要讓它指的直立式 它可以配合那個可以直立 所以它不是Touch Panel 它不是Touch Panel 因為你Touch Panel的話 像iPad的話它就是 比較厚吧 其實Touch Panel需要的成本 跟那個 你如果我們 因為我們其實主要 針對的客戶是上用的 所以上用Touch 所以上用Touch 我們了解到它其實 比較希望的是 它現在比較短 但是 我們之後會出 所以是這樣還是Prototype 算是 應該是這樣講說 它已經出了 只是因為我們 有收到一些User Feedback 我們會做一些Running Check 所以它的腳要變長 所以你在筆電它的角度 之後會是一樣的 就是你想要的 這樣子 這個是做得到的 然後之後還有 就是這個也會去做修正 那基本上 這個是Type-C 65 的Display 跟Alpha 所以你可以就是 做音量輸出 跟 對 音量輸出 跟 就是電影 這樣子 那它本身也有Display Key 就是你可以直接從這邊去調整 你的顏色 畫質 然後 如果你喜歡 什麼Blue Lights 都可以做個調整 OK 然後 基本上 差不多是這樣 是的 OK 它其實 蠻多人 也會拿 就是手機iPhone 但是現在 手機支援 是Type-C的 也沒有那麼多 是嗎 XSONE 有啦 iPhone 我騙大家拿的iPhone 沒有 就沒有 因為是本身iPhone自己有鎖 這個功能 所以如果你是拿iPhone iPhone可以HDMI 就要有那個檔弓 對啊 你要有檔弓 這個也是 可以做得到 那 要嘛就是用頭放 要嘛就是用iPhone OK 對 它有無線的頭放嗎 還是沒有 它沒有無線頭放 它其實是用Type-C OK 其實現在應該 只有Apple做得到無線頭放 因為它是系統關係 嗯 對 其他Windows都是需要用線 因為想說你們會開發一個什麼軟體啊 然後變模式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之後 我們有正在研究啦 嗯 因為其實這個不是做不到 一定是做不到 只是說 這個需要是 是市場需求好像 對 因為這個也必須要跟筆電做點動 因為其實我們 嗯 了解到比較多 會用耳朵的研究的人 都是用筆電去做 OK OK 所以這個是會正在研究 OKOK 好 會在研究 對 正在研究 好OK 感謝感謝 它有什麼新東西嗎